弥迦书第一章 在犹大王约坦雅哈斯西西加执政的时候 耶和华的话临到摩利沙人弥迦 是关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话 万民啊,你们都要听 地和地上所变满的,你们要聆听 主耶和华要指证你们的不是 主必从他的圣殿指证你们的不是 看啊,耶和华离开自己的地方 他降下来,踏在地的高处 群山在他脚下融化 重骨裂开,如蜡在火前一般 像水冲下斜坡一般 这都是因为雅各的过犯 以色列家的罪恶 雅各的过犯是什么呢? 不就是撒玛利亚吗? 犹大家的罪恶是什么呢? 不就是耶路撒冷吗? 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成田间的废堆 做栽种葡萄之处 我必把撒玛利亚的石头倒在谷中 连他的根基都露出来 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 他全部的钱财都要用火烧尽 他所有的偶像我都要毁灭 因为从妓女钱财榨取的 最后也必归为妓女的钱财 为此,我要痛哭哀嚎 赤膊光叫而行 又要哀嚎如豺狼 悲鸣像鸵鸟 因为撒玛利亚的创伤无法医治 并且殃及犹大 只逼我子民的城门 就是耶路撒冷 不要再加特报信 不要再巴哥哭泣 却要在伯亚弗拉打滚于尘土中 沙匪的居民啊 你们赤身羞愧走过去吧 撒南的居民不敢出来 伯以薛人的哀嚎 要把你们立足之地夺去 玛利的居民 期待得着幸福 应有灾祸从耶和华那里降下 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 拉吉的居民啊 要用快马套车 这就是西安子民罪恶的开端 因为以色列的过犯 都在你那里找到了 因此要把庄帘送给 摩利社加特、雅各西的各家 必用诡诈对待以色列的众王 玛利沙的居民啊 我要再使那征服你的 来到你那里 以色列的荣耀 必去到雅度兰 犹大 为你所喜爱的儿女 你要剃头 使你的头光秃 完全光秃 如同秃鹰 因为他们都从你那里 被掳去了 那么多优优优独播放